來,謝謝Edward的介紹 然後他那個 剛剛我在一次我介紹的時候講到說 我是在做一個民眾集資的平台 然後我先跟大家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的網站叫做HER 他不叫做HER 他叫做HERREAL 然後他其實有點顧名思義 是HER 就是因為大家 HER是一個object 就是大家為了一個object 為一個目的 然後群聚在一起 所以可以成就一個不平凡的事情 然後這是我命名的一個意義這樣子 然後那其實在開始之前我想 我問一下大家說就是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說 其實台灣每一年都有很多設計池 然後得到一些愛紅點設計大獎 可是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都沒有人看到它被商品化樣產過 然後其實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之前也是一個 我一直很好奇 因為我很喜歡這些設計 可是 就是沒有看到它出現在哪個商店街 任何的一個架上這樣子 然後那直到一個 我看了一個七翔的一個董事長 然後他說過 就是說 其實因為台灣的產業鏈 沒辦法立刻看到這些設計的架子的所在 所以中間就是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跟我的發展想創造這個 Hurio的群眾集資平台的話 就是希望說 他可以把這個中間那個gap給補齊 然後可是在 大家聽到群眾集資啊 其實大家一開始都會 因為在台灣尤其是 就是會容易想到一些比較負面的 像我上網google 群眾空有集資 每日出現都是一種非法集資啊 非法基金之類的東西 很奇怪很奇怪 然後所以我想說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群眾集資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 例如說那一個很棒的想法 而且呢 這個想法好都讓你睡不著 然後你很興奮 你先告訴每個人 想說 我好希望這個就變成是真的 然後 所以你又開始去計畫說 啊 我要怎麼去實現它 然後就像這邊很多創業家一樣 可是會碰到很大的問題 就例如說 因為通常你剛開始嘛 你連資料量也小 然後 而且很多長生會跟你講說 我要有最小聽多量 一個mall queue 然後而且你要花很多時間去尋找 可以願意去配合你的開發程商 然後而且 你也不知道這產品賣出去 賣不出去 這些特點的說 都是很大的困難 可是如果說 就是 有些人當然有個副爸爸 可以自己去支持你 去捨托你 當然是好事 你很幸運 可是大部分的人 並沒有那麼多錢啊 那 所以 有些人就可能會去企業那邊 找資金 看有沒有可以贊助你 這樣子 然後那 可是 這個挑戰是很漫長的路啦 然後因為 嗯 自己一些身旁 創業的朋友們來說 有些人也不是那麼有幸運這樣子 然後 立刻讓 產業了解說 讓企業主知道說 欸 這個東西的價值在哪裡 它好在哪裡 然後 可是 你這時候就放棄了嗎 然後就覺得說 啊 好痛苦喔 這個 我以為這個想法很棒 可是 要實現這很困難 可能就跟那些設計大獎一樣 就是 最後就 不了了之了 可能就像一個做完一個功課 最後還是回歸到 回去上班 回去工作 這個想法就放棄掉了 可是一個小的 一個好的改變 就從此之後 就沒有得到機會去實現 所以沒關係 就是 你可以來走我們 然後 我們現在目前主要是著重在於說 音樂 表演 跟工業設計的部分 就是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可能 因為一些 因為如果 沒有辦法從經驗那邊得到自己的贊助的話 或許可以轉向向大眾 可以得到 就是 有些商品 它就是很好 然後那 可以直接從 從群眾那邊 可以得到個資金的注意的話 也可以讓這個想法去實現 然後呢 所以 有些人會想說 欸那 我怎麼可以做群眾機制 然後 那就是 一開始 你可以來 我們網站上 然後 告訴我們你們的想法 你的計畫是什麼 然後我們團隊在進行審核之後呢 然後 我們會跟你討論說 要怎麼去進行一些曝光 然後 怎麼去奠定回饋跟金額 然後 甚至呢 我們可以去幫助你 去 跟廠商去協調 去幫你 把金額壓 就是例如說 量產的金額壓低 或者是說 幫你找一些經濟公司之類的 我們都有 就是在做 諸如此類的事情 然後 像 這兩個 目前是 我們目前在集資的一個專案 就是 這個 女生叫Alita 然後 她 就是 是世界肚皮肚的冠軍 然後 可是 真的很可惜 就是 她是去年 在中國大陸那邊得到 世界肚皮肚的冠軍的第一名 可是 明年她想再去那個 愛奇那邊 然後去 呃 再去參加一次比賽 可是她卻沒有資金 沒有資金去比賽 這真的很可惜 然後 其實台灣真的 就是 這樣子的案例其實還 就是 蠻多的這樣子 所以呢 呃 我們團隊 所以 所以 我們團隊就是 除了提供一個這樣群眾集資的平台之外 然後 也會去幫你拍攝就是 呃 就是 集資的介紹的影片 然後再 欸 等一下 怎麼有抽到下面 有抽 就是 呃 其實群眾集資的東西在 在 在那個 國外 已經算事情之有名的東西 它叫 那目前 做的最好的可能 就是 集資量也最大的就是 Kickstarter 然後在台灣去年 然後 陸陸續續開始有些群眾集資平台 開始做 開始 加入這個東西 然後 呃 像 哲哲是台灣第一個推出的 那個群眾集資平台 像大家知道 舉牌小人嗎 對 舉牌小人就是從哲哲出來的 然後 接下來 呃 無名的前創刊者 小光 然後他 就推出了 Flying B 然後Flying B的話 他很著名的案子 其實還不少 就像是 到天底的餐廳計畫 家綺哥 他創刊 那個計畫發行者在這邊 然後還有 呃 就是 蔡白粉RUN 也是在那邊做起來的 然後呢 我們這邊的部分的話 就是主要是在於說 做音樂的 就是因為其實台灣 也很多音樂人 他真的就是 這幾個月跟他們 這樣一直接觸下來 其實 他們音樂真的做得很辛苦 很累 然後 也沒有錢 可是他們就是 秉持著那個 音樂的夢想 就是希望說 他可以出張他自己的 他 讓他的歌聲 讓被更多人看到 被更多人聽到這樣子 然後所以 呃 還有工業設計的部分 工業設計的部分的話 我們 糟糕 時間比較短 就是 工業設計的部分 這邊 工業設計的部分的話 然後 因為我們有一個配合的 算是 公司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 呃 有效的去幫 所有的提案者 把所有的那個 所需要幾次的金額 給降低 然後 並且就是 可以跟廠商去溢價這樣子 然後 那 在音樂的部分的話 因為在音樂收音的部分 我們有跟樂人的媒體 去進行配合 然後 如果說 就是大家有認識一些 不錯的音樂的朋友 就是 給歌手的話 可以跟 可以介紹給我們認識 然後我們或許 可以放出他 然後達到他想要 達到的一個里程碑 這樣子 OK 然後 那基本上 這是我們和Rio 基本上的介紹 那如果說 你有更多興趣的話 歡迎上我們的 我們賽然後來 找我們 找出我們 你的計畫這樣子 那 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結束 謝謝 謝謝